這間新居屋簡約優雅得來又不失活潑 究竟設計師用了甚麼改造招數呢? 本身這間屋實力面積是380呎 戶主是一對夫妻 藍戶戶主本身是從事音樂創作 當初跟她開會時 她的要求一定要有一個位置 讓她容納到鋼琴 這個木條紙裝飾 難道是主人房的門? 藍戶主本身是做一個音樂創作 她經常會跟學生在這裡做一個研究 所以當初的要求就是 希望可以儘量用到一些空間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地台 和房間做一個伸延 而這個地台的作用就是 學生都可以坐在這裡很密集 做一個音樂創作和一個研究 暗門其實有很多種做法 我們這次選擇了用木條紙這種做法 而它的好處是 因為它不是一個平面 在時角上是一個立體的效果 還有它的門框和門肉之間 完全可以看不到縫 地台由客廳伸延到主人房 提供了大量的儲物空間 所以床下面也可以儲物 主人房走簡約路線 以灰色配襯木色為主 一般的衣櫃門都是木或玻璃 因應護主要求 今次特別選用了布藝的色面 由於女護主中情植物和木的元素 所以客飯廳都可以見到這兩項設計特色 單位的電視機背景長 我們選擇了綠色的長布 而長布的好處就是耐勇、防潮 還有它安裝時可以做一個模篷 還有它就算你需要清潔的時候 它就在表面上用清水都可以做一個清潔的作用 今次單位地板 它就用了PVC的鎖購地板 它跟傳統的文鑽的分別就是 它安裝時可以做一個模篷的效果 還有它本身你的PVC是一種膠的材質 它就不怕潮濕 即不怕水 甚至乎它是不會變的 飯廳旁邊的長身 遙留了中間位置 放置女主人收藏的畫作 原則是入門建設 所以設計師將廁所的入口向左移 而且做了調子暗門的設計 令原本外眼的廁所門更加美觀 而原本入口的位置就做了儲物櫃 以及放洗衣機的位置 由於原則設計的空間不夠實用 設計師也將原來的洗手盆 和洗澡的位置調轉 熱水爐原來收藏在鏡櫃裡面 用室長身也特別運用了四種不同的瓷磚 造成錯體和立體的感覺 令廁所看起來沒那麼悶 由於屋主中呈黑、白和灰色 所以開放式廚房都選用了白色的廚櫃 配襯黑色的紡石紋瓷磚場面 特別選用了闊1.5米的大塊瓷磚 盡量減少臘隙便容易清潔 工作台面選用了石英石 優點是沒那麼容易食色 由於開放式廚房做了假天花 所以做了燈槽和客廳的天花連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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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